好,资料库管理哈,第28单元,那这个28单元哈,跟第27单元哈,是密切相关,那第27单元有没有,我们使用的那个资料表哈,有一个损益表哈,然后是那个,哎,鼓励政策哈,鼓励政策资料表,损益表哈,然后我们查询哈,查询那个友善员工的工资,就是这个员工的工资, 的分红哈,占那个税后盈余比例哈,超过10%的工资,好,那本单元的进度呢,是要汇入哈,第一个汇入外部资料,我们已经做过哈,汇入文字档哈,主要还是汇入Excel档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汇入Access档案哈,那汇入的Access档案是前面我们已经做过的美元兑台币哈,的资料哈,我们汇入进了, 的目的哈,除了示范之外,然后就是我们终究目的是说,我们上过的用的所有资料库哈,什么损益表啊,资产负债表啊,就是陆陆陆陆续续会讲,我们会全部汇入在同一个档案里面哈,然后就是放在不同的资料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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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去查询的话,就是去查询,要观察,要写报告等等哈,然后呢,我们要建立查询特定公司的历史资料哈, 哈,那这个譬如说我们就查询台积电哈,用2330代号,去看它从1990年到2018年哈,它那个各种,哎,损益表啊,或者鼓励政策的变化哈,当然啦,到了下一单元的话,我们就是要把查询的结果哈,用那个值方图哈,显示, 这个,总之啦,我们接下来上的东西全部都是前后密切相关哈,好,那我们现在讲那个先复习一下内容哈,那个27单元有没有,啊,资料表哈,就是有那个鼓励政策资料表哈,然后那个还有这个损,那个损益表哈,然后另外就是要两个不同的表格之间,他们之间要建立关联哈,然后那个,这个是有两个栏位构成哈,啊,这个就不清楚了哈, 因为我把他拉下来了哈,然后建立那个查询哈,友善员工的那个公司哈,然后那个准则哈,就是你的那个员工分红哈,就是员工分红哈,员工分红哈,员工分红哈,占那个本期税后净利哈,要大于0.1的公司哈,好,那接下来那个过,这个过程哈,我还是一样复习上礼拜啦,是在准则哈,在准则下面按下那个, 按这个按右键右键,然后出现那个建立计算器哈,建立计算器。那我们把这个员工那有那个,员工把运算计算事哈,员工分红既工分红弱系喇计算器的,员工分红 就是加减乘除。运算源就是被运算的数字或者变数。 当然在我们这边都叫做物件。 这边上面就运算源。 那资料库的最低层的最小的物件就是栏位。 是栏位的有属性。 什么叫做属性? 就像你的身高体重这些都叫做属性。 那栏位的话就是它有尺寸就是格式大小还有就直。 这些都是它的叫做属性。 那我们顺便讲一下运算源。 运算源表达的方法就是股力政策资料表。 那个冒号就是那个,不是冒号,金探号就是大物件。 接下来这就是的。 员工分红现金栏位。 然后除以就是这一个我这就在解释了。 解释这个符号的意义。 然后就是除以就是损意表的。 就是本期税后尽力这个栏位。 除了之后要大于0.1。 好,这是复兴上个单元,二十千元的内容。 然后再度检视一下那个查询友善员工的那个设计检视。 那发现栏位准则被这个软体自动修改了。 当然它是修改的比较有效率。 然后你看一下它就变成修改成这个样子。 直接就是把它修改的比较。 就是我们上礼拜还是比较烦。 有干嘛。有选择什么东西。 有资料表啊。 有什么东西。 栏位啊。 然后在这边按什么。 一长串的准则嘛。对不对。 就它现在把你干嘛。 把你准则的前面的部分。 就是这前面的部分干嘛。 直接就放到栏位去了。 那这个是,它的意义就是这样子。 我们本来都干嘛。 这一列全部都是那个放你的资料表。 结果它现在把它干嘛。 空白了。 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用到的是两个不同的资料表。 一个是损益表。 一个是那个鼓励政策资料表。 那你干脆就干嘛。 用到两个资料表。 可是你这个地方只能放一个资料表。 那干脆资料表全部都不要放了。 那你把你的资料表有没有。 就是放到栏位这边来。 就栏位这边来。 有没有。 就是放到这个鼓励。 本来这边只是只放那个栏位的。 就放在一起。 你们现在如果觉得困惑无所谓。 因为我们接下来上课会一直碰到这种情形。 那你碰多了你就觉得。 你就了解它背后的意义了。 现在困惑无所谓了。 反正碰到了就好像你学那个。 就算你学国语。 国语就是学那个华语。 华语其实也很复杂。 什么文法或干嘛。 可是天天讲,讲久了之后, 你就是觉得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会听自己也会讲的。 那其实电脑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可以空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就刚刚给你看到资料表。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已经曾经做过汇入那个Excel档案。 也曾经汇入文字档案。 那现在就练习一下汇入Access档案。 按下去Access档案。 然后我们就找一下我们的档案名称。 档案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把那个档案叫出来。 好,叫出来之后那就弹出来了。 然后就会选择那个这个档案。 Access档案里面有资料表。 他就问你,你是那是。 你就一个一个按了。 你要汇入的是哪一个资料表。 哪一个查询,哪一个表单。 这边就是然后就是亏率查询, 然后表单。 按你要汇入的有没有, 就滑鼠按两下。 这边如果说你是看到有没有, 很多个物件的话你可以就是按全选。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好,滑鼠选取要汇入的物件或者选取。 汇进来的话呢。 就是你要不要那个储存你汇入的过程。 不需要。 然后就按确定。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把我们上礼拜有没有, 做过的那个美元对台币档案的物件。 然后他全部都汇进来了。 这边箭头指示的。 好,那接下来回顾一下。 我们那个美元对台币有没有。 看一下这个。 查询USD除以TWD有没有。 那时候我们有建立那个表单有没有。 来,然后定义那个起始年月, 终止年月。 好,就在这边。 那这个呢。 好,我们现在要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交货的东西呢。 同时呢,要举一反三。 好,这个原则呢。 要用在我们现在要查询的, 不是起始年月, 不是终止年月, 而是要查询特定公司。 好,那个我们现在就一样来建立。 在这边按那个建立, 然后查询设计。 我们要定义,要建立新的那个查询。 然后接下来就定义要查询的栏位。 然后一样这过程就是查询设计, 然后就会跳出来说你选择你的要查询的资料表。 那我们就选择这两个资料表。 就一个是鼓励政策,一个是损益表。 然后接下来那个资料表就是出来了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选取要查询的栏位, 也要拉关联。 不过在这边我们先把它储存起来好了。 就在这边按右键,按储存档案。 我们把这个查询有没有,定义, 把它的名称叫做查询个别公司的历史。 确定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开始拉关联。 有没有,公司对公司。 然后年度对年度。 查询个别公司的历史。 然后选择你要查询的栏位。 选择栏位,我们就把那个就是有公司。 然后这边有没有,我们要查询公司。 要查询年度。 然后,对不起。 营业收入成本。 营业收入净额。 营业成本就把它一个一个有没有。 你要查的东西有没有,就把它按两下按两下。 或者拉下来也可以。 就是上礼拜讲,拉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用是要查询那个员工分红, 占那个税后盈余的比例。 那要用到公司。 那个公司呢,你又要去打那个建立器。 我们不要好了。 我们把那个上一单元的那个查询友善员工的那个查询友善员工公司的那个查询叫出来。 然后给他那个拷贝。 复制。 复制,然后回到这个查询个别公司历史。 然后建立那个新的那个要查询的栏位。 把它贴上来。 按右键贴上来。 贴上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为第一个公司有没有这个准则。 准则这个地方打入输入公司代号。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就是这样输入公司代号。 记住,这边就是那个有没有加上这个中括号。 中括号。 这个中括号叫做Square bracket。 Square bracket。 英文叫做方形括号。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变数。 变数。 这个变数呢。 等一下我们就是来按那个按一下执行。 这边按一下执行。 它马上就是干嘛。 你刚刚有没有,我们刚不是输入公司代号吗? 它马上就是跳出一个视窗。 你这个输入公司代号就是这边。 输入公司代号。 它要你就是说有没有, 这一个你要查询的是什么?公司。 你把这边输入什么,它就会干嘛? 跑到这边来。 来,我们试试看。 输入2330看看。 然后确定,出来的就是这一个。 出来的是什么? 全部都是2330。 然后年度的话是从1994、1995、1996而开始。 那我们这个资料表的资料是1990开始。 可是呢,因为台积电是在1994上市。 所以我们有资料就是1994。 我们看它历年的有没有,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等的。 这样看这些。 然后还有这一个。 就是员工分红占那个税后盈余的比例在这边。 可是呢,为什么没有名称? 它名称改成是ESPR-1。 因为我们刚刚没有输入名称。 那我们现在就又回到查询的设计检视。 回到设计,查询设计检视在这边。 我们就为那个,它就ESPR-1有没有。 替换内容,我们把它替换, 给它加上那个员工分红占现金, 员工分红占税后盈余的比例。 然后再去按执行。 刚刚的ESPR,英文有没有, 就变了被这个刚刚输入的文字取代了。 所以我们这边也就学到了一个查询的新建立栏位。 新建立栏位呢,你直接就在上面输入名称, 它就会出来了。 还是听起来还是不是很清楚,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状况呢, 接下来每次上课都会用到。 那所以呢,接下来你们就会熟悉了。 好,那又回到那个设计检视。 然后我们来增加查询的栏位。 然后我们要增加哪些东西? 我们增加那个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一般投资人比较常听到的。 就是第一个,无偿配股的那个。 好,在这边。 就把它那个按两下。 这个鼓励政策这边。 增加那个无偿配股,还有现金鼓励。 还有这个现,那个刚刚是,这个吧。 把现金鼓励。 然后都把它增加,增加到这边来。 增加到这边来,增加到这边来。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按执行, 或者按资料工作表检视。 你这个检视的时候,有没有按执行。 看,跟从这边按右键资料工作表检视,有没有。 完全一样。 然后那你按执行或者资料工作表检视之后, 他就会要求你,一样。 因为这个你,因为我们刚刚在这边。 写上输入公司代号, 他就会跳出这个视窗,要你输入公司代号。 然后等一下查询的话呢, 他就是只查询你输入的代号。 我们一样,继续试试看2330。 好,就出来了。 出来了,像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无偿配股合计,这边是现金股利。 像那个台积电在1994年的时候, 他配多少现金?00000全部都是0。 可是呢,早期的话,因为台积电还是在成长阶段。 公司赚的钱留着,继续增加产能。 可是呢,他给你股票。 所以第一年的时候,他配了多少? 配了8块钱。 8块钱是什么意思? 8块钱就是配80%的股票给你。 如果你原来有一千股,一千股在台湾一千股就是一张。 你接下来就变成了一千八百股。 接下来呢,又配股。 第二年就是1995年,又是配8块钱。 因为台湾股票那个面额是10块钱。 配8块钱就是配80%。 所以你那个1.8乘上1.8是多少? 好,1.8乘上1.8。 8864就144,144再加上18就324。 所以你连续持有台积电两年一张的人, 第一年变成1.8张。 再参加配股的话,就是会变成3.24张。 接下来呢,配5块钱,一直配配配配。 那从这一年开始干嘛? 就不配了。 为什么不配了? 因为公司已经成熟了。 公司赚的钱呢,就是把现金回馈给股东。 你不需要再盲目的那个扩增股本。 好,那我们预告一下下一次,下一单元有没有? 就是要练习。 那个很多财务管理的课本有没有? 都拿台积电的鼓励政策来当那个例子说明。 然后他们都是画出那有没有? 画出很漂亮的那个直方图有没有? 就是那个这样子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 所以我们等一下那个也要再练习利用表单。 然后画直方方图选特定公司的历史资料。 好,那个以上是第28单元。